望线,情戏军心,第八集,蓝战抱着她清清,夫君好高兴,魏英抱住她的腰,把自己的脸埋进她颈窝,为何?因为清清终于承认自己是我的君后了,原来她在意的,自己谨小慎微,让她以为自己不喜欢做她的君后。 清清,记住往后也像今日这般,记住你是我的君后,无需谨小慎微小心翼翼知道吗? 好,蓝战抱着她稀罕好一阵,她的清清啊,真的怎么抱都抱不够,魏英也由着她。 蓝战牵着她的手,再一次送她出征,他们都知道这一战结束后,就会是期待已久的太平盛世。 清清,夫君在家等你,平安归来。 战哥哥,献献给你打下一个太平盛世。 好,放心,献献会平安归来。 蓝战点了点头,看着她远去的背影,直到看不到了,这才转身离开。 魏英想过此战会很胶着,却不曾想是这般难,这经过很是有毅力,每次都跟你玩着。 你感受不到她到底想做什么,这一战整整打了两年,魏英看着沙盘图,这样下去不行,只会消耗君资。 想来经过想的就是这样,魏英看着帐外的天,快入冬了。 这样下去,不利于行军打仗。 蓝国将士都是南方人受不住北方的寒冷,魏英弯下腰。 胸口战哥哥给他的平安寇吊坠吊了出来,他细细抚摸着,难道别误他法了吗? 魏英听着将士的禀报,心声一记,他交代好聂将军接下来的事宜,而后亲自去。 聂将军拦住他大将军,你也觉得这很是蹊跷,为何还要去? 不这样子能突破,而且快到冬天了,聂将军你比我更清楚,冬天不利于行军打仗。 聂将军只好放他离开,魏英到了山傲处,便感觉到不对,果然在这等着自己。 蓝国文武全才,就连军上都是善马之人,可是能折他一个亿也是可以的。 就算再怎么厉害,孤掌也难鸣。 这时魏英看到了不远处的人,躲了那么久,终于出现了,也不枉自己以身适而。 真不愧是蓝国君后,能胶着这般久,不过现在你只有这几人,你说蓝国少了一个将军,会如何呢? 魏英神经绷紧,这金国国主最擅长的就是阴谋诡计,他不怕鸣枪,最怕他突然袭来的案件。 魏英在士兵的保护下突出重围,他看到聂将军的援军到了,这才策马朝那金国国主去,却不曾想一只案件袭来。 魏英不防,被射中胸口,狠狠摔下马,身后是很多人的声音,可魏英一句也听不见去了。 对不起,湛哥哥,线线答应你的事好像做不到了。 而在蓝国的蓝湛,突然胸口一疼,他紧紧捂住胸口,想着缓解一下,可这窒息感越来越强。 清清,不会的,不会的,清清,你不会有事的对不对。 军上,蓝湛晕了过去,大夫就治了许久,蓝湛醒了过来,让人去查前线可有出什么事。 心里想着,清清,你答应过夫君的会平安归来的,你最乖了,最是舍不得夫君难过的,所以你不会有事的对吗? 金光瑶看着蓝国的营帐挂满了白筹,治军后真的死了。 他派人前去查看,虽说那件事射中了胸口,可是他就不信会这么准。 而在蓝国皇宫里,听到消息的人一口鲜血吐了出来,不会的,清清,他答应自己会平安归来的,他要去看看,可是却被兄长拦下。 军上,不可,蓝国主要军力,以随军后出征。 若如没人镇守蓝国,那金国君王此时突然攻打进来,该如何是好? 蓝湛冷静下来,生要见人死要见尸,一日未见清清的尸首他一日,就不信他死了。 他要守好他们的家,等他回来,传令下去,整兵待发,最好随时应战的准备,本军亲自带兵。 是,这边虽说没有军后指挥,可那聂将军也是不容小觑,金光瑶当机立断不再纠缠,退兵休战。 聂将军看着他退兵便也不再纠缠,果然如军后所料,现如今蓝国是最薄弱之计,精兵强将都在这里了,所以只需做出,不知金国接下来要做什么就行。 金光瑶看着蓝国将士对接下来的事不为所动时,他谨慎了起来,太过顺利了。 这蓝国军后可不是有勇无谋之辈,怎会当时躲不开那支箭? 可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,就算漏洞百出,可是线下是好时机,精兵强将都在这里。 蓝国国主虽说英勇肖战,可双手难敌四拳,所以他不顾手下的劝说, 执意攻打蓝国,灭将军,金国军队果然往蓝国放向去了。 金光瑶虽谨慎,可太急功近利,而且他自己把自己的后路给断绝了,如若他和江国坚不可摧,蓝国可能真的很难赢, 可是他却把江国舍弃了,而且自己没有强硬的后盾,孤身一人难成气候。 大将军,你怎么起来了? 无妨,整兵出发,此战不容有失。 是,带人走后,魏英从胸口拿出那没碎了的平安寇,战哥哥,你救了线线一命。 那日的确自己故意的,他也以为自己会死,可是这平安寇替自己挡住了,自己才能不受那么重的伤, 可是为了让他相信的瞒过所以人,战哥哥听到自己已死会如何。 报! 何事? 金国,金国公打过来了。 终于来了,蓝战站起来,拿起一旁许久不用的配件,金光瑶怕失望了。 自己当初可是什么都没有一样,把蓝国守住了,蓝战一身铠甲站在城楼上,看着金国士兵攻城门,看着不远处的人,想吞下蓝国也要看看有没有那本事。 金光瑶看着攻破许久都不见效果,他让人放火箭,蓝战下令行顿阵,后方投放油壶,金国士兵被突然袭来的瓶子吓了一跳,空气中弥漫着棕桶油的味道,不好。 金国士兵来不及撤退,便被一片火海淹没,金光瑶不敢再前进,可是这样下去不行。